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任人苦年水墨很強 對於不同日柱的朋友來說 都會有不同的影響 提提大家 日柱就是出生日的天干地支 只有60個組合 當你知道自己的日柱之後 留意著我們的節目 你就會知道任人苦年 你的榴槤溫情 整體混世的空狀況 是的 沒錯 可以留意一下 好 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們 道通天地的Youtube頻道 還要按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 我們最新的影片上載 還有如果大家都支持 道通天地展現中華文化 發揚道教思想的理念 道通天地很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大家可以支持我們的營運開支 以下有些資料先在這裡 多謝大家 十個天干分為五行金木水火土 武漢師傅 今集就輪到土日主 就是冒土和紀土日主 不過提提大家 就算你知道自己的日處 你都一定要懂得分身旺藥 至於怎樣分身旺藥 大家可以看回我們的節目 重溫 亦都再提提大家 如果你是重格的朋友 你可以當身旺的喜忌去看 如果你是專網格的朋友 可以當身藥的喜忌去看 馬上師傅 我們先來講一講 就是這個 冒日主 冒土日主 身旺的朋友 整體的流年運勢是怎樣 整體的流年運勢 普遍你都會看到 它有些 都是中中等等 唯獨冒子日特別強一點 這個是我們基本 大家都會知道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看 冒子日的一個特別的特質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內容 在裡面當中 如果大家都知道 在我們古書裡面 經常都講 冒子日生的沒有窮人 當然要講身旺 因為代表什麼 日子本身就已經坐財了 當然最好就是什麼 就是透肝 通筋 如果財生殺旺的話 第一件事 我們會講的就是升職 因為財運旺 官殺就代表是升職 當然升職就一定 拘捕另外一件事 就是加薪 為什麼呢 因為財生就是代表錢 代表財運會強了 透肝通筋的話 代表是升職加薪有機會 而且那個財運的王法 都不錯的 都是挺好的 所以 除了這件事之外 如果男命的話 或者女命的話 因為財和殺 分別就是代表我們的姻緣升 就是說 明年很大機會 冒子日生旺的男生 或者女生 都有機會有姻緣 在裡面當中 恭喜冒子日生旺的朋友 沒錯 再看看就是冒五 冒五的地址 有一個半局 沒錯 我們有一個 比較麻煩一點的局 因為 人五我們有一個半火局 火在這個 冒日主來說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印星 所以如果在我們身旺裡面 再行印的話 有機會就是 我們剛才講到 就是之前那幾集都講到 就是低身低職 或者可能犯小癮 有是非 官非 厚洩 可能被人欺負 比如在工作上 或者可能讀書的話 可能被同學的排斥 都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被同學的排斥 都會這樣認 沒錯 因為印運代表選名譽 或者我們遭到 一些我們不必要的東西 被人推了出去 或者 我們叫做排斥 非議 說他的不好 所以 印星就有少少是選名譽的感覺 所以 有時候都要小心一點 當然 身旺也代表病痛 因為它合化了之後容易多病痛 希望 就靠一顆財星 財婆印 希望可以減卻到它 當然 如果你本身 其他八字 其他組合裡面 都有這件事的話 即是有財星的話 都可以 希望減卻到 我們再看看 就是母神的朋友 跟母五的朋友 會不會 情況都差不多 母神是好少少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講到 就是官殺 就可以黑鼻劫的 所以 如果本身身旺行 比劫就代表破財 那當然 當然 整處 比劫這麼強的身旺 本身這個人 都是容易破財 或者容易花錢的 那 走到這個榴槤的話 任的偏才的話 原本應該都有一些淺度 不過 如果他太強比劫 或者他的八字假折 就是 譬如他是未時出生的 那這個都是 都是劫來的 就是比劫過重 黑財的話 那可能有機會 因小失大 記住這句說話 什麼叫做因小失大 就是 他有一點點甜頭給你 因為這顆財 代表錢 他給你一點點甜頭 之後呢 你就有機會破大財 那就是說 如果投資投機的話 都要小心 有機會失利 甚至破財 那所以 走到母神日的朋友 記住 因為比劫過強的話 一刻財就會有 那工作上都要注意 因為 比劫和官殺都是打架 那都可能影響到這件事情 會有這個情況 在裡面當中 那所以自己要小心 那新旺朋友要留意一下 因為通常 比劫多數都會重 沒錯 沒錯 那我再看看 就是務率的朋友 任人年有如何呢 嗯 務率呢 剛才都說到 就是跟母神一樣 因為他都是比劫重 整處都乾脂同氣 一樣 都是怕影響到財星 所以剛才都說了 投資投機 補充的東西 就是因小失大之餘 就可能剛才都說了 有人扭你做生意 可能令到你損大財 當然 人家當然給你一點甜頭 你覺得有賺過 或者有好的東西 當你成為金主之後 可能他就告訴你 喔 滑了 或者什麼 那就得不償失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 人五率 本身有機會合作火局 就是剛才說的印局 所以如果剛好你的八字上面有五火 或者是這些位置上面有 可以形成了一個人五率火局 或者是剛才我們說的暗火局的話 都要小心身體 因為始終呢 疫情都仍然在 是不是 所以無論身體上 或者健康上 都要多加注意 嗯 還有那些騙局 現在都真的層出不窮 沒錯沒錯 大家都要留意很多網上騙案 好了 我們再看看下一個 就是無身感 身旺的朋友 運情又如何呢 身旺其實真的好很多的 嗯 但是我們都說了 食雙可以生財 是不是 財生官 都是很順身的 很順身 本身 對於他們來說 發展可能各樣東西都是好 不過 要留意多一件事 因為人生本身就有充盈 嗯 即是說在起神和起神打架 起神和起神相迎的情況之下 有可能都會影響到那個 八字的運勢 譬如我們這樣去討論 身旺或者從隔的話 食雙是代表名氣 嗯 我們也都說了 觀察就代表工作 那即是說 可能在工作上上面呢 可能有權力作主 可以拿到權的 不過可能呢 容易有機會呢 有是非口舌的東西而來 而影響到 那但是 或者這樣說 或者名譽上面呢 有可能會受損 因為它充盈並肩 那但是幸好 就有財通關 如果本身的八字地支裡面 假設都是紫水來的 是吧 它有顆正材在那裡的話 那就更好 那就可以 除急避兇之餘 也可以做到很多 就是幫手的事 嗯 女命會不會這一年都特別容易 就是和另一半吵架 又都吵架 有機會 因為夫妻公被充 嗯 那就要留意著了 好了 再看看就是 無人日主的朋友 嗯 無人日主呢 我們有個特別的名稱 其實本身無土和任水的關係 我們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是雙刻的 是吧 所以叫做天黑 就是我們這樣說 叫做地同 地同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地之雙同 就是都是人 那就是 官殺都很重 那當然呢 如果我們剛才都說 身旺的話呢 在財生殺的話 一定是代表這顆星 強了很多了 是不是 殺運強了很多 那殺運代表什麼呢 代表工作 剛才都說過 升遷啦 或者有工作上的轉變 那當然女命 也都代表恩怨好 那也都 男命就代表工作 女命除了工作之外 就是恩怨 那所以財心觀察的話 就代表是 咦 有人會來找你 或者甚至乎 很受歡迎 女生的話 有機會 轉換下一個 伴侶 或者沒有伴侶的話 可以認識到一個好的伴侶 都是一個不錯的發展 男生就比較 工作上為主 多一點 但是如果 他本身的命 印重 會不會反而要小心呢 印重就要小心 譬如假設他身旺 如果是因為靠印 或者這些位置印的話 印星 譬如乾肢同氣 或者透乾通筋的話 那顆觀察就會變成了 忌神 所以都要小心 會影響病痛 或者是小人當道 接著冒討新藥的朋友 在任人年的運程 即是說 反過來 任人就會變成忌神 沒錯 沒錯 相對地 弱很多 因為 剛才都說 新旺如果任人的話 就是財殺 當然新藥的話 都是財殺 沒有變的 但是因為剛才都說 新旺的朋友 喜歡雙食材材觀察 新藥的朋友 反而喜歡引人比劫 即是說 相對地 他的運程當然沒有那麼好 我們先看看拇指日 拇指 拇指 就剛才看到 只有一個賺 沒錯 因為很麻煩 就是 因為財星透乾通筋 如果在新藥的話 財星代表是什麼 我們很簡單的一個字 就是債 或者好聽些 不是債 好像欠人家 有機會破財 就是自己多花錢 或者又不好 如果行觀察的話 就是什麼 工作上有機會調遷 或者可能有機會調職 被人炒魷魚 或者低身低職 所以身旺和身藥 真的差很遠 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假設他是新年出生的朋友 特別要順便說一說 因為身子合過半水局 但是他人身又再衝 即是說他衝刑並見的話 而是忌神打忌神的話 很大機會 都不要在裡面當中 是嚴重了 所以特別是冒止日的朋友 如果是新藥 特別要注意一下 而且身體上 財心觀察可以黑鼻結 都是代表身體上容易受傷 或者不好的 大家記住留意著 除了這四處 都要留意你的大運 沒錯 那處是什麼 要去做參考的 好 再看看另一個 冒五 冒五 冒五相對好 因為剛才的冒五 沒有那麼好 因為他又是因為 產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人五半火局 如果他人複齊齊 的話 整個火局 如果天干解節 他有火的話 或者叮火的話 他有機會 可以有這個好處 在裡面當中 人五半火的話 整個喜神局 整個喜神局 成化了 新藥的話很便宜 可以認到很多很好的事情 所以有機會的話 如果印星是什麼 就是貴人出現 有貴人多助 甚至乎有人幫到你手 或者我們說的升職加薪 如果讀書的朋友 就是陽明升遣父母 剛才都說怕 如果身旺就被人排斥 如果身約就不用了 就是我們說的Superstar 人見人愛 人見人愛 好 我們再看看另一個組合 就是冒神 冒神的組合 是因為 命好 但是我們就運差 就是為什麼這樣去定論呢 因為如果身約的話 日之錯比劫的話 其實都不是算差的了 不過應該這麼說 是因為他大運 或者流年的時候 流年行這個運 是財星和殺星 有機會影響到 剛才都說到 可能是工作上的 譬如被人調職 或者是真的不好 可能經濟不景氣 被人炒了魷魚 或者不好 或者減薪 或者是減薪 或者是 可能轉了一份工 以為覺得好錯 但是誰知道 可能有一個地獄 掉落地獄 對面他覺得不舒服 我們 都希望他自己注意一下 是這一點 所以如果有大的改變的話 今年是不適宜想這個改變的 就是盡量都是以靜制動 沒錯 以不變應萬變好一點 好 再看看另一個組合 募薪的組合 我們就很簡單 也是一樣 因為他好像 好一點 有三個讚 原因是因為人募薪 有機會 有個火焗造根 剛才都說到 火焗造根的話 就是孕青 也一樣 楊明昇顯父母 有貴人多助 順帶一提 就是 除了貴人之外 或者多助之外 其實代表父母好 代表父母的關係 或者他身體上 都還需要 還可以 你不需要很辛苦 浪費氣 兼顧他們的身體 否則 多了一件事 煩惱也不是一件好事 不過自己要留意 如果他有孕蟲的話 本身 殺孕雙生其實 都是一個好事 升職加薪 只有一可待 好 我們再看看另一個組合 就是冒薪的 嗯 冒薪的話 為什麼剛才只有一個讚 原因 或者他都不好呢 第一就是因為人身衝 剛才都說了 如果起神打起神 我們還可以有機會應一些好的事情 對嗎 但是忌神打忌神 一定是應一些不吉的事情 重要是 衝禍 是不是 剛才都提到一次了 刑禍 是不是 剛才都講到了 如果身弱的話 食傷是代表選名語 小人當道 觀察就是低身低積 被人欺負 財就是破財 或者是各樣東西 所以為什麼說 一定很大機會 就不要轉變 任何的事情 或者做些大轉變 甚至乎有些朋友都會問 比如 剛才Amy都問到 如果人身相衝 衝了夫妻公 會不會影響呢 這個一定會影響 嗯 比起剛才起神 還衰多 就是以前重 所以的話 人身相衝的話 如果是寄神的話 有可能是離婚 或者是 剛才都講到 可能分手 如果正在拍拖的 有機會 所以有些人說 師傅我可不可以結婚一氣 如果被擋三災 這個未必可以 反而越結越差 或者可能結了更壞 或者盡量都忍讓一下 總之這一年忍讓一下 沒錯 好 我們再看看 沒有人 沒有人呢 就是我們剛才都講到 就是我們說 就是傷痛 是不是 天干呢 就是我們剛才都講到 雙黑 但是呢 如果我們行觀察的話 最重要是 剛才講回那個問題 有沒有印那個問題 如果他有印星的話 那就恭喜你了 那裁身殺 殺身印的話 就是起神來的 但是 如果本身 假設他沒有了一顆印 就是沒有了 沒有印的話 那就重忌神運了 那重忌神運的話 觀察一定是黑鼻劫 那就要留意幾件事 第一就是意外 災飛 或者我們經常都講 就是說 可能尤其是這陣子 可能交通意外多了 大家都要自己小心 就是不要想著 就是說 過時過節 或者大時大節 不需要擔心 都要小心 手腳容易弄傷 希望拜下太歲 或者做下其他事情 因為本身都會好些 因為我們經常都 有些人都擔心 就說 師傅我只是屬苦的朋友 會犯太歲 其實當然了 我們經常都擔心就是 如果剛好 他跟日柱 或者日柱相沖的話 其實那個嚴重性更大 就像剛才沒有生日柱 的朋友都是 人生相沖 可能更嚴重 他新年出生的人 接著我們 到紀土 陰土 新王的朋友 到底整體 在這個任人園的運程如何呢 其實他的方法 其實都是跟剛才 帽子是差不多的 因為 他都是代表了 都是土日主 所以你看到 他都是幾害 都是好些的 幾貌都是好些的 原因呢 因為他有一些 對他來說是好的 因為害就本身是財星來的 如果任人來講 就是走回正財的運 其實都是好事來的 好 妹妹 立刻看看紀駭的榴槤運程 嗯 紀駭呢 他比起帽子 為什麼這麼著數一點呢 剛才你看到他 咦 有個原因的 因為剛才帽子的話 如果大家有朋友看到 記得的話 他都是偏才來的 是不是 但是他現在這個就不同了 是不是 這次他就透了個正財上去 那這次連這個 都是正財來的 那就是說 他的透光通根的話 這次是來得很好 不過 就 就是要提一提各位觀眾先 那當然啦 正財的話 真的要努力賺錢的 嗯 沒有想著 我投資投機 剛才都說 是不是有機會投資投機都有你 現在這個就 正財的話 我們就正常入財了 比如做生意 打份工 升職加薪 機會大過 就是想著 在投資投機上面有斬獲 是 但是其實說真的 現在在這個時間 經濟那麼差的時候 其實如果能夠正財運是好的 其實都是一件事 是的 還有他有人害合目 那就是他人害又 雙合的話 你想想 就是他合目 就是合一顆棺 財心觀察 那就很好啦 升職加薪 而且都幫到 那就是說他升職加薪一定是 合理的 而且很大機會都可以 所以如果身旺是幾害的朋友 我恭喜你 好 那你再看看幾字的日處的運程 因為我們都說過身旺 身旺行印 本身當然不是太好的 還有一件事 是不是我們之前都說過了 印字就是形的 就是觀印相生 觀印相生的形 印代表什麼呢 就是病痛 有小人 有災妃 有意外 有些不好的東西 因為觀察就代表黑身為患 就是有機會呢 有意外災妃 那所以如果你行財心觀察 生印的話呢 很大機會就是選名譽 或者被人打壓 或者不好的一年 那所以身體上一定要注意了 不過 注意多一件事 就是在工作上上面容易犯少人 因為觀印相生 一定是跟工作上有關 又或者女命的話呢 觀印相生生身旺的話呢 是代表被男性所累 或者被男性所欺 那所以如果有時候可能是 丈夫啊 或者男朋友啊 真的可能他突然說給你聽 我需要一些資金去調動 或者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可能真的要先考慮了 可能是未必是好事來的 是的 還有如果大運是有新的朋友 沒錯 或者你流穴 生穴都要小心一點 沒錯 人生自三應 好 再看看另一個組合 就是幾丑的 嗯 幾丑身旺的朋友呢 本身你身旺 就是日之楚比劫 那比劫是黑財的 但是呢 如果本身他的白志有食傷 或者食傷重的話呢 都可以化了那顆比劫 而比蝎生生食 食傷食生財 那都是好的 那當然啦 同時間他有一顆觀察 去看著那顆比劫 那就是說這顆財呢 都有力 是不是 他通了這個 我們說的餘氣的位置 那就是說都可以有作用 不過呢 都是以 就是穩打穩擇為主了 那又不是說 大發展的事情 因為始終呢 他自己日之呢 都是坐比劫的 比劫都是本身是破財 那所以最好就是 都是穩食為主 不要投資投機了 那最好就是 就是安分分 打份工先 那希望 望星積加身行財官的運 相對地都會好些的 嗯 我們再看一下呢 就是幾未日處的朋友了 嗯 幾未日處的朋友呢 就相對地 沒有幾醜日處的朋友那麼好 那你會問 哎師傅不是喔 明明大家都是行比劫而已 為什麼你說覺得有分別呢 那之前其實幾集都有講過的了 不過跟大家再溫分 因為呢本身 他裏面當中的餘氣呢 是沒有跟這個的 榴槤財星呢 是連上了關係的 剛才醜土的話呢 因為他裏面當中呢 都還有粒水 那財星呢 都叫做通根於餘氣 但在這裏面的話呢 那麼財星 甚至乎呢 是沒有力了 對於日處來講 當然啦 如果你在年處 是不是啊 月處或者日時處裏面 都有財的話呢 那當然可以補充這些 這些這樣的特質 不過我們這次呢 參考在日處上面呢 如果這樣的話呢 都是要小心的 因為比劫 都是破財的 那剛才都講了 如果他有引星 或者引星影響得大的話呢 這顆觀察都會變成寄神的 那就會剛才都講到 低伸低職啦 意外災飛啦 或者有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那所以這件事 大家都要注意的 嗯 再看一下呢 就是幾有日處的朋友的運程 嗯 幾有日處的朋友呢 和冒生日處的朋友呢 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是不是 因為他都是食商 生財 財 會生官 但是你說 師父我明明看到你 給他多了一個讚的 為什麼他比冒生 好像好一點點的 有原因的 各位朋友要知道 因為呢 他和這個關係 雖然只是雙刻 是不是 就是這麼刻目 但是他沒有衝 又沒有營 那就是說 相對剛才 冒生 有的東西 他就沒有了 所以就要多給他一個讚的 所以他呢 真的做到 食商生財 財生官 就是說明成利就 楊明昇顯父母 賺到錢 升職加薪 貴人出現 那些 遣咒一些的 就是說他很聰明 可以表現到自己的能力 甚至乎今年是一個發展的一年 如果你說 我想轉工的師父 他比起冒生的話 他更適如轉工 還有他有一件事好就是 他沒有了 剛才我們說 冒生日的 那些聰明夫妻公 那些的問題 那就是說 不需要擔心恩怨上的問題了 嗯 好 接著再看看呢 就是幾貌日處的朋友 為什麼會有三個讚呢 嗯 沒錯 因為重點一個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一個重點 就是 之前其實都說過了 逢親貌都問 因為人貌就可以跟神去結合 人貌神一個東方木局 是一個很重的局 我們都知道 那如果人貌神合了個官殺局的話 當然啦 財神觀殺的話 一定是升職加薪啦 嗯 而那個局呢 因為太強勢了 所以他升職加薪呢 可能是 不是普通的升職 可能是上直升機那些 就是搭上直升機很快 嗯 可能一年裡面 可能連升啊 就是一兩次啊 這樣 或者他表現得好啊 公司不能沒有理啊 這樣 那你就可以好些 甚至乎我遇到一個客人呢 見過是什麼呢 就是他公司覺得他 原來很重要啊 這樣 後來他就分了一些紅股給他 那當然啦 他成為了一個紅股股東啦 那也都因為這樣呢 公司就是要留他 就是留他在這裏的時候呢 希望讓他可以 不要轉工這樣 這樣 令到他吸引他 升職加薪 但如果假設他的命 真的引升很強的話 那會不會 其實他都是會有些好東西 先給了他 然後變成壞 先給了一些吉力 他就是再給一些壞的 他就是引升 如果重的話呢 就有可能變壞的了 那就要小心了 接著就是幾日主生約朋友 在這個任人年的運程 整體上面就會差一點點了 沒錯啦 因為剛才你看到呢 就是無身幾害那些 有幾毛那些 原本都很好的 但是如果去到這裏的時候呢 新約的朋友 因為人家走回財官的話 當然是不好的了 嗯 我們馬上看看 幾害日處的朋友 在這個任人年 究竟運程如何呢 嗯 如果說在因緣上 還可以的 因為剛才都講過 在新旺的時候幾害都是 因為人海都是合的 本身 如果官三入主的話 女命的話應該有因緣 那本身財星合下去 也都有因緣的 嗯 但是始終都是這樣說 新約的話呢 本身就不喜歡相直財財官殺的了 那如果你財星又要透乾通根的話呢 那很大機會就破財啦 那就選名譽啦 或者是工作上呢 低身低職啦 相反所有的事情就對了 嗯 而且呢 人海的合呢 如果它的合化裡面 又變了官殺的話 如果你真是不幸運 沒有印化的話 那官殺就黑身為患了 那容易都是什麼呢 就是多病痛 我遇過很多黑人都是的 那如果財生官殺黑鼻劫的話呢 很容易過一年 有些比較麻煩的病 急病啊 或者是一些 拖延得很久的慢性病 譬如癌症 都是比較麻煩的 但如果有印星的 就不需要擔心這個問題 就差很遠 那就不需要擔心了 是的 嗯 然後再看一下這個組合 就是幾字日處的 嗯 你見到幾字 為什麼沒有呢 剛才我們都說了 如果它身旺的話 就是喜臣同忌臣 那我們都說好一點啦 是不是 但是如果呢 它現在就直接是 觀印雙生 那新藥本身是好的 但是又是一個問題了 為什麼你只有兩個贊給它呢 因為它就是 仍然都有什麼 就是有營在裡面 是不是 原本你說新藥 明明行印是好的 觀印雙生更好的 不過仁治營呢 就是說 就好像Amy之前說到 就是可能它給你一點點甜頭 但是它跟著又給你一些不好的東西 那所以這個就是 比較型那種 討厭那種 甚至乎 型呢 影響到就是陸親關係 尤其是你營入夫妻公 那又可能夫妻公啦 那本身的印星也都代表是什麼呢 代表是媽媽的 就是我們說的母親 那就是說 可能你都要小心 媽媽的身體 可能都會 受到這件事的影響 那自己會擔心些 還有那種型的最壞就是 就是可能就算 它真的有好東西 它不是真的壞 但是你自己心情都會不漂亮 內心不安 是啊 這件事就最不開心 好了 我們再看看另一個組合 就是挺醜的 嗯 新約本身 日資坐比劫的人呢 那你已經 就是都 著數了很多的了 只不過是因為 就是剛才我們都講到 就是流連行的運程 相對沒有那麼好 那但是如果 我們都提過大家了 如果真的它有印在裡面當中的話 官殺變成喜臣的話 印又同時會生比劫的話 那就恭喜你了 那官生印生比劫的話 就是說 它有些地方上面 對你都有利的 那不是就是說 想像中只有差的一個概念 那如果有朋友這麼巧 是有釘的話 那本身釘任合了目的話 越令 就是它大運流連在這裡的話 它合多一顆官出來 如果你有印的話 那就恭喜了 相對就是 好很多 而且是沒有停的 就是著數是 一拿一拿來的 但是如果 就是剛才新旺的朋友 相對就沒有這個特質了 是的 如果沒有印的話 就要好小心 沒錯了 就是意外災飛或者不好的情況 嗯 那我們再看看另一個組合 那就是幾味 嗯 剛才我們之前都說過 幾味和幾醜的分別 就是在於 它那個餘氣所在 那如果你有比劫透光 就是通根 就是他們現在這裡自己本身 都是比劫來的 那你印星 是不是 跟官殺有產生的關係 這裡有印星的話 是不是 那就是說 相對地呢 他殺人比 就是官印比 就是官印劫 這個特質呢 跟這個特質呢 就很好的關係 是不是 全部都雙生 那就是說 相對地新弱的朋友 就恭喜你 相對地 是好過身旺的朋友 那所以 只不過留意 就是那顆財星 它會不會有 譬如可能 通根於某一顆財星的話 作怪而破財的 如果不是呢 其他都沒有大問題 不過 如果真的有人漏你 來投資投機的話 或者合作的話呢 真的要小心 可能因小失大 因為 經常都說 它很大機會 就是 今年那個運 就是很多時候 榴槤狀進來 就是有人漏 但是好像 表面很好 但是裡面突然變得不好 那就要小心 是 任人連都是忍一忍 我想再看看 多有日處的朋友 這個榴槤運程 嗯 多有日處的朋友 剛才都說了 如果身旺的話 就很便宜 新藥就真的不便宜 因為為什麼呢 仍然都是食相 生財 財生官 是不是 那就是我們說 如果觀察很重的朋友 或者沒有印化的朋友 那就是食相生財 財生官 觀察就是黑鼻劫 就是黑身為患 以外災非 就是有機會 就是小心 比如走路 交通 各樣東西 自己都要很注意 財運上面 有機會破大財 而且呢 就選名譽 是非口蝕都一起來了 那所以呢 如果幾有日處的朋友 如果 他是新藥的話 而又沒有印化的話呢 今年呢 不如呢 就最好不要變化了 就是以症去制動 就會好一點了 嗯 我們再看看幾貌日處 新藥的朋友的運程 嗯 沒錯啦 幾貌日處呢 就是一樣了 那就是一樣 看看他有沒有 一個局形成到 有沒有印化 如果他新藥 形成到一個人貌神局 而有印化的話呢 那恭喜你了 那就是多謝 觀印相生 升職加薪 好的一年 就是一個好的年份 但是如果假設無印的話 而你又成成了一個 就是人貌神的一個觀察局的話 而去黑身為患 就是黑那個比劫的話呢 那你真的要很小心了 那就是 那個意外災飛是很嚴重的 而且 是會很影響到身體 甚至乎是會影響到 一些身體的部分 假設做個提示 比如說如果人貌神是木 木代表我們身體五行裏面就是肝 或者我們代表他木黑肚就是脾胃 所以都要小心這些 眼就是木 也是 所以這些身體意外災飛 或者手腳都要小心些 否則 就自己很多麻煩事情會發生 在當中 人生有起有落 如果你剛好是運勢 不是那麼好的朋友的話 第一 首先就當然不要那麼擔心 第二 我們現在都在說 一處就是日處 紫平八字有四處 其實三處 絕對可以足以扭轉全門的局面 甚至將寄生的影響來減低 還有我們道教也有一句 就是 天道無親上與善人 只要平常多行好事 上天一定會保佑你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 我們就會跟大家說一下 今天主任 記住要留意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最新發佈的影片 另外大家都可以在道通天地 Facebook專頁裡面 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資訊 記得要讚好和分享 道祖保佑 我們下集中